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鲁性杂文的价值 以及如何来读鲁性杂文 讲第一个问题 要了解中国文化与中国人 最好都读鲁性杂文 要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人 最好都读鲁性杂文 鲁性16个杂文集 绝大部分都是面对现实 直面现实 对现实中各种社会现象 特别是精神现象发言 用鲁性自己的话来说 就是感应的神经 公所的守主 还有一句话 就是进行社会批评 文明批评 所以鲁性的杂文 不是一般的文学创作 不是一般的文学创作 那么 这个 它是干一现实的 是有感而发的 是参一干一现实的 从上个世纪 初到三十年代 中国经历了很多重大的事变 包括新海革命 北洋政府的统治 五四 五杀 三一八惨案 大革命失败 国共合作分裂 还有红军长征 左翼文化运动 革命文学论争 还有日本的侵法战争等等 你看 这个 十多二十年发生了那么多的事 几乎所有这些事 这些事变 在鲁性的杂文里面 都得到了记录 我回应 这个不是历史学家那样的记录 而是文学家的角度 有泄如入的那种记录 是偏重社会人心 思想文化角度的一个记录 比如说我们中学时代 很多人都学过 纪念留佛真君 读这篇杂文 就可以非常感性地了解 三一八产案 了解当时的当局 北洋政府 是怎么镇压学生运动的 以及产案发生以后 各种反应和世道人心 等等 所以如果我们读历史 了解这个事件的线索 可能是比较完整的 但不可能有很多细部的那种感觉和体验 你都有一本历史书 它很勾列历史的轮廓 很清楚 但是一些细部的感性的没有 也很难够 一般的历史学家也一般都不写 社会心理因素 所以读到鲁信的荡下反应和描述 我们就对历史有个鲜活的一个感觉 所以读鲁信 它是可以了解中国的现代史 因为所有的大事变前半段的 几乎它都写到了 可以了解现代史 不光是现代史 很可能是整个中国历史 是中国的人史 我们还可以几个例子来谈一谈 简单地谈一谈 比如说 他有一篇文章 1934年写的 叫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谈到了中国的火 王道 监狱 谈到这三件事 好像是聊天 东南西北 谈古论经 但其实都有现实的针对性 是在讽刺 比如说 关于中国的火 那么鲁信 从希腊的普罗米修士 从中国的火神 民间的社会 秦始皇 希特勒 甚至向日义 还有欧坊公 一直说到现在的战争 发明了各种爆裂弹 人烧弹之类 其实就一个 好像是一个火的历史了 但它的落脚点 是批评战争的反文明 其中 中国监狱的一节 很有意思 讲监狱的演变 等等 所以这样的杂文 涉及到的历史 社会知识 是非常丰富的 一共三千多字 你看 有三十四个注解 一共三千多字 有三 这个三十多个注解 譬如说王道 霸道 什么叫王道 霸道 幻高祖 即位 朱武王 灭音 伯儒 苏奇 扣马而建 还有科技考试的 致意 1933年的福建 独立事件 甘地的不合作运动 等等 所以你要读懂 鲁信 这篇杂文 多少要了解 相关的知识 你可以通过注解 所以读这样 鲁信的杂文 是可以了解 很多历史的 丰富的知识 可以丰富 我们的历史感 前面讲到 鲁信的杂文 它其实是 中国的人史 人的历史 意思就是说 从中可以感受到 中国的社会心态 世道人心 可以了解国民性 我们这一篇杂文 我们可以挤一篇 例子来说了 叫论人言可畏 论人言可畏 这个杂文写的 实际上是1935年 上海有一个电影明星 很当红的 叫远林玉 大家现在都可能知道 因为不能忍述 当时报纸 对他私生活的谣言 是吧 就绯闻了 现在结果自杀了 一时是非常轰动的 成了这个 基辅新闻界的 一个盛大的节日 鲁信大概看到 这种风尚感到很不痛快 就写了这篇文章 他是剖析 当时这个社会热点背后的 那种心理现象 包括那个批判那种 庸俗的小市民文化 现在我们读这样的 杂文就可以了解 什么呢 社会史 了解什么 世道人性 这就是文化批评 里边也有国民性的批判 所以鲁信 他的杂文 涉及面是相当宽 包罗万象 对时事政治的评论 对社会弊端的攻击 对国民性的批判 还有对传统文化的分析等等 但鲁信又不是作论道 不是跟学问家写文章那样 长篇大论的探究 他是短处突击 紧紧地围绕 现实中生发的问题来发言 所以他鲁信扎文 涉及面子相当宽的 包括战争 政治 经济 历史 文艺 教育 宗教 迷信 民俗 妇女儿童 传统 社会心理 甚至连广告 服装 出版电影 什么都有 虽然鲁信写界扎文的时间 是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 二十年代 但实际上 它涉及的是一百多年来 中国发生过的 很多重大的社会现象 它写的时间是二三十年代 但实际上很多大的世界 一百多年来的社会现象 包括精神文化现象 都可以在鲁信的扎文里面 找到回应 所以读鲁信的扎文 可以了解现代中国 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 和精神文化现象 如果我们读历史 可能是比较概括 比较理论化 知识化 但你结合着读鲁信的扎文 就会获得一个很鲜活的历史感受 所以认证读鲁信 把那些相关的历史人物事件 都有过了解 哪怕是大致的了解 就很不简单了 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 在里面都有了 所以作为文科的大学生 我建议大家多一点鲁信的扎文 可以获得丰富的文史知识 了解现代中国的文化 了解我们传统文化的得失 特别是了解一百多年来 我们民族的心灵史 了解郭勤 做到知人论事 所以了解中国 除了接触社会现实 到乡下 到基层 到社会 很大程度上 我们要通过书本 那么鲁信的扎文 就是一个很好的途径 说得更直接一点 鲁信可以让我们真正的了解 中国的根底 中国人的精神的老底子 是什么样的 而这些不是通过一般的知识传输 就可以做到要有体验 要有感性的进入 所以鲁信可以帮助我们来达到 鲁信的扎文带有它刺激 对历史 对文化那种深切的感受 但它皆不是空论 不是书灾里面的学问 它是带着刺激的血肉 去看起人生 去看起中国 它跟一般的论文 是不一样的 读鲁信的扎文 很可以从中了解 大量的社会历史知识 我给大家一个数字 以不完全的统计 鲁信前级里面评论 涉及到的古今中外 各个领域的人物达到四千五百多人 他论级的人物是四千五百多人 涉及的各种书籍文献达到五千多种 涉及的各种历史事件 有四百五十多个 真是包容万象 那么其中绝大多数 都是在扎文里面出现的 鲁信前级 专门有一个塑影 就跟一个小的词典似的 可以看到鲁信 特别是扎文 它的扎文 涉及到中国的古代文化 现代文化 外国文化 涉及到哲学 历史 经济 宗教 文物 甚至教刊 翻译 出版 心理学 教育学 考纪学 目录学 生物学 等等 什么都有 有人说 鲁信 他的扎文 是百科 是百科前书式的精神实体 是有史诗式的气魄 我想这不是过意 不是过分的称赞 他像百科前书式的 包罗万象 但是他又是一个精神实体 百科前书 他就是知识 他不是一个精神实体 那么鲁信的扎文 他是有感觉的 是一个广播 深邃 带有鲜活的过人体验 所以我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有一个比我高班的同学 我问他 怎么文章还写得好 他是说了一句话 他说 好好读鲁信的文章 把鲁信前辑给读下来 我照他的做了 大学期间 就把鲁信前辑读下来了 确实是数以无穷 我讲了第一个问题了 就是大家要读点鲁信的扎文 第二个问题 如何看待鲁信扎文 所谓尖刻以骂人 如何看待鲁信扎文呢 尖刻 骂人 那么鲁信扎文骂人 确实骂人 怎么看 他的扎文里面是有很多骂的 譬如说他骂那个梁氏丘 大家就了解了 骂那个学恒派 很厉害 鲁信是非常厉害 他一骂谁 谁就出名了 谁就倒霉了 当然从现在的眼光来看 鲁信有时骂 也骂得太狠了 比如说他骂学恒派 有点刻薄 所以学恒派根本就是 他的学问 恒不出几个斤两来 学恒派其实 他也有他的道理 虽然比较保守 比较有点书呆子气 他们对当时新文化运动 这个来阻挡 来反对 是不明智的 但是这些人 在文化建设方面 他这个采取比较稳妥的步骤 也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应该说他们是 还是有眼光的 但鲁信为什么当年要骂他们 要批判他们呢 是因为从大的地方来看 因为武士新闻化运动要发展 要发生 所以从大的方面来看 这个阻挡 是不合适的 鲁信当时找到学恒派的硬伤 来嘲笑他们 说他们的学问 恒不出多少斤两来 当然现在我们看 就很损了 这就是扎吻笔法 给人一种骂赞的感觉 但我们结合历史背景来看 鲁信的骂 他骂过很多人 给一些人画像 三笔两笔呢 这些人都脱不了了 比如说给梁思秋画像 把他说成是资本家的发走狗 鲁信还骂什么 媚态的猫 阳肠恶哨 革命小贩 奴隶总管等等 都是有所指的 会联系到具体的人和事 但是我们也不要理解为 鲁信所谓骂的 就是某一个人 就是某一件事 其实鲁信是在描画 某一种社会现象 鲁信是没有私仇 只有公敌 所以我们读鲁信的时候 这些骂人的文章 要尽可能了解一下 时代的背景 尽可能了解一个时代背景 不要刚才认为鲁信骂人 就是觉得他这个文章 不可理解 鲁信是刻薄 确实他的文章 有时像辫子一样 把论敌抽得够狠的 就叫编辟入礼 相当厉害 所以有人说鲁信是绍兴师爷 是刀臂力 当然这个是对鲁信的攻击 那时候鲁信的故乡 绍兴 以前农村 听家写藏旨的角色 就叫做绍兴师爷 能够把死的说成是活的 如果说鲁信的文笔厉害 应该承认 确实他是有点刀臂力 不过他要比刀臂力要高多了 鲁信的杂文是有眼界 有思想 有发现的 绝对不是横不讲理的 鲁信自己也承认 他也承认 他这个华盖集里边 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念给大家听听 他承认自己的文章 真厉害 我自己知道 在中国我的笔 要算较为尖刻的 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 但我呢 又知道人们怎样的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 正人君子的飞号 温良敦厚的夹脸 流言公论的武器 屯吐曲折的文字 行尸利己 是无刀无笔的弱者 不得喘息 唐使我没有借笔 也就是被欺负的 负数无门的一个了 我觉悟了 所以要常用 所以鲁信他认为 我的文笔是厉害 有时候是很尖刻 但是你看看这个环境 所以鲁信很自觉 他说我就是刀笔利 谁要跟谁 跟鲁信论争 是很难占上风的 所以鲁信的杂文 所谓尖刻 骂人 跟这种文体的批判功能 也是有关系的 鲁信的杂文就是批判的 就是论战的 他的杂文 批判的广度 深度 尖锐的程度 在现代中国 独一无二 所以鲁信的杂文 可以说带有某种先锋性 从思想到艺术 都对读者的思维 和审美的习惯 构成挑战 鲁信的那种 不克决敌 战者不止 那种批判精神 是有为以 就是跟违背 中国传统文化的 所谓 术道中庸 具有鲜明的反叛性 和意志性 这也是鲁信的 其人 其文 容易被人看作 尖刻 一个原因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